对新冠疫情下的认知障碍症 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了解 我想在这个视频当中告诉您 什么有帮助 认知障碍症是一种脑部疾病 阿兹海默症是其中一种 还有其他类型的认知障碍症 女性和男性都可能患有 不是每个人都会患有认知障碍症 通常认知障碍症的患者年纪比较大了 认知障碍症可能会导致患者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行为 他们会感觉不一样 容易生气或反而变得安静 经常探望家园和朋友的人 可能会因此不想去了 有时他们会很喜欢坐在沙发上 或反而忙来忙去 因为认知障碍症 患者通常会忘记比较多事情 他们可能一下子忘记孙子孙女的名字 或者不认得一些词 不知道把东西放在了哪里 或者不认得路 买菜、做饭、穿衣服、看电视 都变得不那么顺利 有时进食变得不美味 突然不喜欢美食了 可能会睡不着 半夜醒来 或混淆白天和黑夜 打电话可能也不那么顺畅 新冠疫情下 认知障碍症患者 通常会觉得很难受 但有一件事是不变的 他们希望有关爱他们的人在身边 新冠疫情中照顾认知障碍症患者会很辛苦 尽管困难重重 大家依然坚持 你们真的很厉害 你们带来了很多美好的东西 从这些照料者身上 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知道做有趣的事情有帮助 可以到户外走走 户外很有帮助 在新冠疫情下 我们也可以安全地外出 或患有认知障碍症 散步或到户外走走 坐轮椅都让人感觉好一点 健康饮食也有助于对抗认知障碍症 保持大脑活跃 例如与人接触 或保持一贯有的习惯 就像养花种菜 唱歌听音乐 对于认知障碍症患者 和照顾他们的人来说 有三件事非常重要 无论在疫情期间或之后 建议一 保持语言联络 聊天和见面很重要 如果有更多的人来探访 或打电话 或有所帮助 也可以聊下认知障碍症 例如和朋友 邻居 其他认知障碍症患者 或他们照顾他们的人 这样大家可以互相帮助 你并不是一个人 许多人都患有认知障碍症 一起讨论他真的会有帮助 建议二 尝试找到有效的方法 有时和认知障碍症患者 保持联系会很困难 他们有时候会觉得很糟糕 在疫情期间 还要小心并保持距离 这都会增加保持联系的难度 有时大家会发现 打电话或视频聊天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慢慢尝试 以及找到你们有效的方法 以及努力 会找到一些可能性 建议三 但有时您也需要帮助 来了解什么是有效的 请和医生或Case Manager 保持联系 我的活动中心 也会为认知障碍者专门开设 跟他们约个时间谈谈吧 他们有很多关于认知障碍症的知识 可以帮忙出出主意 当主动找他们时 他们才能帮忙 如果认知障碍症变严重 家庭医生 Case Manager 或者Practite Olimpist 也会发现 他们可以提供帮助 你也可以尝试 阿兹海默咖啡厅 他们可以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尝试一次吧 我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帮助 谢谢